昨天的情况就是 这个是在立法院外头贴满了 罢免蓝营立委的宣传喊报 从这个舆论战打到了罢免战 但这次拒绝人潮 明显跟之前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空拍画面你都可以看得到 大概就是零零星星 上百名民众冒雨力挺 这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很多的网友认为说 工作人员跟媒体人数还比较多 那还有人在酸啦 游览车还在国道上吗 晚餐的菜色决定参加人数 网友也有讲 有看到轻鸟抱怨资讯平台被限流了 主客博应该没那么闲吧 是不是轻鸟自己封锁太多人了 导致演算法推不出去 因为很多网友好像也在反映说 怎么现在这一波 在网路上一些相关资讯 看不到一些轻鸟行动的资讯 他们听说内部的这些 民党朋友们也有在反映 但是我刚刚讲到人数的部分 虽然说明显的不如之前 甚至不如预期 但是请教亮哥 会不会就算今天晚上人潮不爆棚 但是明天无论如何 也要给你爆棚啦 无论如何都要爆一下 对啦 可是 蓝绿群众各站一边嘛 听说警察是要用人拉线 是喔 听说人也要再拒 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拒嘛 因为拒马要放在路中央 针江街啦 放针江街 放针江街 那针江街本来就很窄 所以两边能占多少人 对不对 所以主要的人还是会 扩散到青岡东路去啦 那其实不是青鸟啦 是老鸟啦 我觉得昨天现场年轻人不多 大部分都是中年人嘛 对不对 所以是老鸟啦 基本上都是那42个团体的最核心的人啦 所以我认为年轻人还没有开始动 那可是我觉得 会不会动嘛 会不会动啊 我觉得效果差很多耶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邱云龙的民调啊 因为坦白说啦 这个国会改革无法的内容 现在也广为周知了啦 对 那你当初把人家说成那样 就是有点太过头啦 那连林桌水都讲话啦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人家不会这样理解啦 说这个是抗中保台啊 最重要时刻啦 所以昨天又来那边乱扯嘛 这个什么郭智辉引用了什么 这个民居正 对 又在说什么韩国瑜副冠席 是中共怎样怎样 说中共掌控立法院 这个没有用啦 我跟你讲 这个太牵强啦 这个 你觉得没有人会信喔 不 它就是老鸟嘛 就内趣 老鸟就是他们啦 那你看他最后还要扯老话题 还要扯中天啊 因为这坦白讲也是因为 最近希望帮中天方案的力量 也越来越多啦 有出来 这个包括那个罗志强嘛 他也蛮认真在处理啦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就是找不 就讨论国会改革这个议题 动员不了人啊 太无聊了啦 而且你后面还要视线 而且没有人认为你会赢啦 我说实在 因为一开始喔 大家还在考验蓝白的团结程度 你表决200多次都输耶 所以怎么可能在复议会输啦 这几率是万分之一以下啦 所以我是觉得 这已经失去了那个 兴奋 那个好奇的那个点啦 已经完全没有心意啦 那我刚刚帮你查一下 黄杰31岁 那县市长要30岁 他刚好有资格 OK 我认为他不敢出来乱啦 他出来乱就是 我觉得周一寇最近跟赖清德 有点不太好啦 你不觉得吗 上次还跟那个 说什么他跟 这个姚慧珍啊 看到现场有谁啊 还是被乱扯 说他是什么什么什么 赖清德的什么什么什么 那我还有一些朋友去查 那个人到底是谁 连我都不知道 可是我跟你讲 你会写到这个就表示 关系不太好了 那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去讲黄杰 我看黄杰要闪吧 黄杰如果太高兴 搞不好会受伤 不因为现在高雄的盘 其实已经蛮清楚了啦 陈其迈怎么可能 来介入这个局 应该是有人会去投靠陈其迈啦 因为现有的竞争者 都是新潮流啦 所以他们应该是去跟 陈其迈伺好才对啦 我认为这一局 大概就是明天 那就是动员的基本人数 那那个是撑场用的啦 事实上我今天就看到那个 民众党那个林义军在咨询 对 都说赖清德到底在干嘛 每天都在动员比人数是不是 就不知道他在干嘛啦 坦白讲一个总统当了一个月 你讲不出他的政绩耶 或者说你至少要有宣布重大政策 有啊 人家要成立三个委员会 三大委员会 那个也还没有政策嘛 那个只是他要获权嘛 要把决策权抓在手里嘛 揽权 那个是一种他对既有的院长跟部长 没有信心的表示 一般总统不会干这种事啦 干这种事太难看了 蔡英文也顶多就是年金改革 弄个零万亿 而且那个年金改革 那个委员会还是在行政院里面 你怎么可以设在总统府呢 你设在总统府就是伪赃建筑啊 而且你会有后果的啊 你到时候就会有外人来出席啊 搞不好有民间人士 那你也知道台湾这种政治啊 大家就开始打听啊 谁跟那些金的比较亲近啊 就开始拍马屁啊 拉关系啊 然后你就发现 那个委员会里面部长 只是其中之一 那人家就会觉得你这部长 又不是完全可以主导决策 那人家谁理你啊 所以我觉得邱太元有够倒霉啊 健康台湾 这明明就是卫福部的权利 一下拜拉到里面去了 对 那邱太元以后讲话 人家就会说你这个是定调了吗 人家就会说那个委员会开了没有 就一定会这样嘛 所以我觉得在金的 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就是你去看蔡英文啊 蔡英文第一次刚当选的时候 他就立刻宣布他要做绿能啊 那虽然林权卡丘有哈板啊 那个第一年什么都没有 可是蔡英文一直讲 一直讲 对 对 就是让人家觉得他要做什么 就不知道赖清德在干嘛 赖清德也没有一直讲他要做什么 就这些啊 就是委员会啊 不 委员会不是政策嘛 委员会只是领域嘛 对 請問你那個搞那個 我還練不出來什麼 全民防衛任性什麼 任性台灣 那個我是還練不出來 請問那個是要幹什麼 那個準備要抓侯安提嗎 不知道他要幹嘛 那個可能就要繞過 美國和蔡英文吧 他自己來啊 你如果這樣 還是一種決策上的建構 我們不知道他要帶大家去哪裡 我的意思是這個 蔡英文2016 還有阿扁 阿扁第一次政黨輪替 他第一次就宣誓 黨國要退出軍隊校園 因為那是第一次執政 那至少人家知道他第一年在幹嘛 賴清德到現在 不知道他第一年要幹嘛 不知道啊 連河山演繹也不清楚 他自己都不講 他不說 對啊 他都不講 所以都不知道要幹嘛 我覺得這個 也難怪林毅君 林毅君都跳出來 林毅君事實上 本來也沒那麼高調的人 他就看不下去了 那民眾黨這一次 沒有參與各縣市的宣講 對 那打白講他們地方的動員的力量 當然比較有欠缺啦 這個其實不做這個事 對他們不好啦 他們應該要宣講 至少有幾個重點區你該去啦 對不對 比如說黃國昌你要讓他動一動吧 那至少有點四面嘛 我覺得他們就是不想跟你比場 那可是沒有比場你就沒有舞台了 就沒有聲音啊 對啊 對啊 那為什麼會沒有聲音 因為你不知道賴清德在幹嘛 你如果知道他有政策 你好歹可以對著他那個政策 去動員反面的力量 就是沒有啦 那現在給人家的感覺就是說 陷入這個憲法的鬥爭之中 對 就是這樣 對 而且這個完了還沒結束啊 釋憲 釋憲大戰 不只啊 還有釋憲之前能不能實施啊 對 那一段時間 對不對 對 那大家關心的第一個 一定是國情之文你要不要來 我相信藍白很快就會發出邀請 那你要不要來 我覺得大概都是糾纏在這種上面 所以就看得非常無奈 所以亮哥 那你對於明天的這個富裕大戰 還有青鳥來講的話 過場 過場 不會有什麼意外了 對啊 連準備的食物都變差了 你很在意食物 因為有一些藍的朋友說要過去偷吃 不要去搶了吧 結果現在過去都沒有 沒得吃啊 都沒有興趣了 只有韓其周 對 沒有啦 那個是 韓濱在跟我開玩笑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都異星藍珊 是喔 異星藍珊 覺得這個 沒勁 不可能翻盤 事實上政治 對於輸贏已定的東西 你要動員大家就比較藍 因為輸贏已定 對 異星藍珊 不肯定 不肯定 對 我 不肯定 有 就 不肯定 你 不肯定